中細區區議會幾年前向政府建議興建第二條中環至半山扶手電梯 本來選擇是在樓梯街 在2010年,立法會全港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手電梯及升降機連接系統的評審結果中 在全港20個要求興建系統的優先次序排名中 樓梯街這個項目排在第四位,獲得優先進行可行性研究 但因為樓梯街又在2009年12月被列作一級歷史建築 因而樓梯街被剔除,剩下的選擇只有城隍街及磅行 區議會就這兩條街的方案進行了研究 由於城隍街和現有謝利街的半山行人扶手電梯 樓梯街只是相距250米,不符合機制 因此得出磅行這個方案 中西區自己在開會 快點找第二條來繼承第四個資格 那時全港樓梯之中是排第四,其實是樓梯街而不是磅行 因為地方不同了,需求和配套 以及你要建整條電梯的需要都很不同 但他可以這樣隔眼,繞過了評審機制 直接去到就吃了第四名 如果政府真的這樣做,其實是自刮了一把 因為評審機制就是為了公平地去到 大家都有要求,我是公平地給你們,你們不要爭了 即是你們不能爭辯了 但如果繞過了評審機制 而堵了第四位給樓梯,其實是自掛嘴巴 為了保留樓梯獨特性 以及原有的社區面貌 阿傑就提出兩個方案代替樓梯扶手電梯 其中一個我覺得最好的就是東華醫院 因為東華醫院其實一直都在想擴建 其實我們覺得如果他可以把設計 包括電梯或升降機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建築物 他對環境的影響可以減到最低 即有工程的滴滑 而且當初說如果這條電梯是想照顧老人家和病人的話 如果這條電梯是在正醫院最近的位置 其實是最方便的 西港島線 他本身也有一個很完善的配套 就是有電梯、有升降機 你想想,因為地鐵人流是很多的 而且他要做這些配套,他一定做到很完善 大家都已經很有信心,他做得很完善 而且他的配套將會更加近,往往多一點 變成那個設施就很重複 即是他很快便會建成 明年,未來的這兩年就會建成 對於香港一條小小的街道 可能會被急速轉變的社會同化 大家可能未必會感受到巨大的轉變 如果這些舊有的建築 或者生活方式完全被摧毀的時候 那我們香港還有些甚麼特色呢 好會 不是 CNY raz 柔 的是 começ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